作词作曲 曲 杨 verde 曹我 侦探学的发源是2015-2016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是期待说将来 可以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建立许多侦探们的房间 然后让观众游走于其中 一旦决定用大剧院空间的时候 剧院这件事情就必须要进入到 我们的意义体系里面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曾经卡关 然后后来到了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 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脚本 然后在那个脚本当中 机械就是动来动去 在开会的时候很紧张地 把这个东西讲出来的时候 团队先认了一下 然后就说 我们觉得这个脚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自己都好紧张 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我们是用现成的这些物件装置 还有这个空间去组装起来 形成一个很巨大的运转 很巨大的一个机械式的运动 它其实是要推向一个 内心还没有被思考到或感受到的一个世界 我其实是把后台跟我所谓的前台一起暴露出来 所以观众其实同时可以看到这个视觉的本身 但是他也看到支持这个视觉的这整个结构 他在这张当中 他可以去组装更多的想法 对我来说 观众某个意义上也是物件 然后不是我们在看物件 物件其实也在观看着我们 透过我刚才讲的三个层次 机器 然后物件装置跟模型 把这些符号 就是透过这样不断转换的方式 然后这一些空间跟感觉 都是不断地连续变形 我想创造的是一个连续变形 然后有点无穷无尽的那个世界 对 是这两个 我自己做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才觉得说 我可以做到 对 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我强 事实上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我的团队很棒 我的团队真的非常棒 就是这个合作团队真是太棒 我也会想要把侦探学 往一些不同媒介的表现上面去推进 在这个对军院这个实体展演的累积之后 假设它到不同的国家 它会有限制执着 然后流动的 然后不停增生跟繁衍的这个过程 我会比以前更坚持的 往想要完成的某些事物去前进